好 接下来呢 小梁要带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KIA我们刚刚一直在了解 这个整个品牌的竞争力在台湾 为什么有一种突飞猛进的感觉 就是产品线下的布局也很广 然后在同级距里面 是不是确实端出来的产品 即使是修旅车 它都会很容易抓到消费者的心 对 其实像这一台 是他们家现在最当红的 中型修理Sportage 它在6月8号上市之后 到现在截至10月底 它在全台已经接单超过3500张 而且因为第一个 它的定价我觉得定得很漂亮 像它的入门大概是114.9 那顶规的话呢是135.9 它总共有三个车型 前面两个车型的话 是前轮驱动的版本 那今天的顶规X-Line的这个版本呢 它是四轮传动的版本 那也就是说今天 你如果大概花110几到130几 你就可以买到一台 在外观内装配备安全空间 每个部分都让人家 很惊艳的一台中型修理 而且今天来的这个顶规 车色是选配色 这个消光夜隐灰 我觉得很好看 是 那我觉得其实KIA 他们这几年 不只是在整个外形的设计 走得很前面 你看像车色 以往像这种车色 我们可能只能在豪华品牌 而且是性能车 才有这种选配 它这个消光夜隐灰 非常的漂亮 再加上它这一次 在外形的设计 其实我们前几天有看到EV9的概念车 EV9的概念车 它的这个 在头灯的这个部分 其实跟Spotage就很像 确实 所以这个也代表说 你现在买这台车 可能你过五年十年以后 刚好是他们现在最新的这一种设计 也就是它已经有点超越时空的一个 比较前瞻性部署的这种感觉的设计 你看像它这个是炫标式的LED的头灯 真的很夺目很好看 很漂亮 我上次在它的前面 我看到从后照镜看到那个头灯 我就想说这台车 Spotage好漂亮 很容易认 对 辨识度很高 然后你看中间有个大型的 大面积的黑色钢琴烤漆的这一种 虎式的水箱护照 看起来非常的大气 那因为这一台是顶规的X-Line X-Line的话 它在整个保杆下方的造型 是做得更霸气 而且比较粗犷的感觉 另外就是它全车有很多的黑化套件 然后你看像它的细部 钢琴镜面烤漆 这种雾影色的试板 就整个质感会让你看起来 觉得它很高级 非常漂亮 对 车色消光色 但前方你看到 又是这种高亮度的 所以那个对比还蛮明显的 对 然后你看它是 搭配它专属的19寸 这种双色的切削铝圈 那这一台车呢 它的车身尺码 4米66左右 就是它的车长呢 其实没有超过4米7 但是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 是它的后座空间很大 我们上次试驾的时候 印象都很深刻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车侧的话 因为刚刚我提到 它有黑化套件 所以包括它的这个 行李架 黑色的窗框 甚至他们家族 现在最漂亮的 这个低柱的飞翼式版 如果不是这一个版本的话 它就是镀铬的 那它是一样用黑化来做呈现 所以基本上你不觉得 这台车它看起来就很适合 那种很有个性 或是很年轻的车主 对啊 而且因为今天来的 这个车色特别嘛 我觉得当然你养护上 你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你看 它连这个把手都这个颜色 看起来好好看哦 是 然后你看哦 像我现在打开 空间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你在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很多的消费者 会选择这台车 因为你会买休旅车 就是你后面要载你的家人 所以后座的话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 它的后座空间表现非常宽敞 综艺姐你要试坐看看吗 我刚刚先注意到说 这里可以刮东西 对你看哦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跟 B柱切起 没有特别的前进 你看我的腿部空间 有多夸张 对然后你看 头部空间也是 是 非常的舒服 再加上它的椅背 可以有14段的调整 所以你可以做 像现在我是把它力比较挺 你可以把它往后躺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可以 在这边 它就可以躺得很后面 来你看哦 很舒服对不对 然后呢 它除了就是坐姿 非常的舒服 然后空间很大以外 综艺姐第一个注意到 这边可以挂衣服 那这边呢 还有挂钩 两个座椅都有挂钩 对然后又可以置物 然后你看它的 手机的充电孔是在 椅子的两侧 跟EV6都是一样的设计 而且还不止哦 对 这里一样可以置物 对然后它后座 有出风口以外呢 它后座的座椅 还可以加热 所以这个对于很多的 爸爸妈妈来讲 会觉得我的如果是 爸爸妈妈或是 小朋友坐后座 那这个所有的配备 都是非常齐全 再来就是质感 你看哦 像它这边有这种 木纹试板 黑色钢琴烤漆试板 然后哈门卡等的音响 然后你看这个座椅 X-Line的话 它是配这种 几皮跟真皮的 两种皮革的搭配 确实非常的舒服 宽裕 而且你都可以去想象说 今天我的爸爸 即使他可能胖一点 或者是你的儿子高一点 壮一点 它在这个空间 都是可以享受的 是 而且它每一个机能 都很到位 对 没错 然后就是有一种体贴感 我觉得我们在讲说 有些地方 你不要轻忽 它好像多一个小配件给你 只是小小的 却是有大机能 对 只要用得到 那再来就是在车尾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它这一边的这个线条 跟EV6也有点类似 就是让它的 在车尾的部分 看起来比较动感 有一种比较立体的设计 有微微上翘的感觉 对 那它的尾灯都是LED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打开尾门 给大家看一下 它在行李箱的部分 像它后座空间很宽敞 但是它行李箱也没有被牺牲 你看光是这样就有 586公升 它们家现在的电动尾门 是不是有些都是 感应式开启也可以 对 就是你可以设定靠近 就解锁 然后呢 再来就是它除了开口很方正 然后底下也都还有一些空间以外 它是有备胎的 对 它最棒的地方是你可以一键快起 好 如果说你把两边的座椅都把它倒下来之后 其实你那个椅子稍微压一下 它的平整度蛮好的 它这样可以扩充到1872公升 所以它在整个实用性的部位也做得非常好 接下来Bob哥要跟我们来聊一聊 Keya现在的主地修理Sportage 在内装上因为我们刚刚看过的EV6 所以你就会觉得 它在布局上有好多元素 其实真的就是相近的 对 终于 不好意思讲 我今天来的时候 当然我有看过脚本 但是我不晓得我要介绍这台车 对 但是呢 导播跟我说 你要介绍这台车 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 比如说你在开高级车品牌的时候 你是双B或者是保时捷 基本上这些高级车品牌 它都有一个相同的界面的逻辑 因为在高级车的世界里面 可能有一些车主 他可能同一个品牌拥有两三台车 他在这些不同的车子之间切换的时候 他必须要很快能够救手 但是这样子的设计逻辑 比较少出现在非高级车品牌 但是你看Keya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它算不算是一个用高级车品牌思维 在设计这个使用者界面 是爸爸跟你这样一讲确实是 对 我们这样讲 我们从进来 第一眼看去 不管是它的布局 设计感 用料 这个用料 你可以说 如果以双B来讲 BN代表来讲 可能要到 可能要擦三以上 才会开始有差不多这样相同的水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 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们先开红火 启动 其实我们现在的座椅 它其实就会在下车的时候 它会往后退 然后你去看双曲面的仪表板 双曲面仪表板 第一个刚刚科技感 质感非常好 前面有一个数位仪表板 我们把它启动好了 因为不然门开着 它会一直有警示音 还是会有 有了 可以 好 现在前面有两个双曲面的仪表板 这个双曲面仪表板 当然对于整个车室内的氛围 有很大的加分 而且我注意到它是繁体中文界面 对 你会发现过去有一段时间 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有一些寒厂的 这种车子驾驶界面 都是全英文的 但是Sportage 这次已经导入中文化了 这个中文化 它在美术呈现上面 字体的使用上面来讲 跟原来的英文的界面上面的 字体选用 其实是很讲究的 搭配的非常好 终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液晶仪表板 因为我们一般讲 液晶仪表板是有背光的 所以背光的情况下 不能出现全黑的 所以即便是黑色 但是你看到微微的背光 会有点灰色 但是呢 大家注意到 这里面还有一个仪表板 就是这个部分 对 刚刚在EV6上面也有 然后它一样可以做双模式切换 双模式切换 对 这除了这个双模式切换 有科技感很便利之外 你会发现呢 它的黑的部分非常的黑 所以它形成是一个很强烈的高对比 那这个高对比呢 就好像是这种 属于这种寻常式的 只是用一般正常背光 但是这个面板 我觉得是很够水准的 所以Bob跟你看的细节 跟人家真的不太一样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 你一看的时候 你会以为它就是一个 寻常的这种高质感的背光 但却可以切换 切换它竟然就是 它就是一个萤幕 这就是一个科技感的展现 然后跟EV6相比的话 就是有插带 我中屋船的这个部分 它不是一个镂空的 对 它不是镂空 但是功能性 我们刚刚看到的 通风加热仪 电热方向盘 一样都有在这里 然后 这个E-Shift的牌子旋钮 然后再加上 它自己的其他功能 360度也有 Drive Mode 又可以调整 所以如果我自己有两台Key 一台电车 一台油车 那我在这两款车之间的切换 都是高质感 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就品牌的定位来讲 真的Key 有做到在集团里面 是走一种 虽然是面对大众市场 但是在市场定位上 略高于这种一般大众市场 所以它是一种接近 这种Premium Segment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定位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用讲的 这是在很多细节里面做出来的 那Bob哥你一直在买电动车 Key 的电动车 接下来你会买吗 我一直在等Key 的下一台电动车 是EV9 等一下我们就继续聊EV9 今天我们组成了黄金陆战队 那就是露营的路 在美洛宇松营地 汽机车也能轻松露营 一起平车聊露营 5分钟简单出大菜 地球黄金线有完整的露营攻略 一起来吃一下吧